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林浩 庄宇 是当年逃生出来的三个孩子 我们约定过 一定要找出当年的凶手 那你自己呢 也不拿自己的命当命吗 你没有经历过面门之头 这点不难 你胆子很大 敢跟踪我到医院来 他是你的仇人 也是我的仇人 十六年前 我也是亲眼 庄宇 这些药配出来 很像我小时候见过的 我爸针对瘟疫配的药剂 但西看又有些不一样 你就是梁光强临死之前 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人 梁光强 也是你找人灭的恐怕 既然你都猜到了 你也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 我之前说过 你拼起命来那个样子 还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所以说我只能牺牲你来救他了 来 多漂亮的小姑娘 偏要当警察 也好 原来你们一直利用囚犯 要围巾药品实验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当自己是警察呢 这个警惠的主人 在你心里 一定是个秉公执法的好人 也许他是个大英雄 但在我眼里 他和你一样 好 屠死 千秋一点 知不知道危险 知不知道害怕 这次 他们把你送到我笼子里 要是别人的 你现在 已经死了 而且 我还没有办法去救 平均每分钟六十 到九十次的跳动 这就是心跳的声音 刘昊 你怎么了 你的心跳为什么这么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